我们很久没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八卦掌 其实八卦掌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派别所传的 我们董老先生 董老先生传下来之后 他就形成了很多以姓氏命名的一些流派的八卦掌 但是都离不开他的走圈为主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打拳有谚语 就是慢练快用 练的时候它慢 为了让我们更加的熟悉 我们的练习方法和它的过程 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用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当我们在套路演练的时候 尽量的可以适当的做得一些标准 用证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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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用证据 一个 用证据 据 一 好,我们打一半 太长了